今天是11月28日 星期四是11月期止的結算日 這兩天可能會有些維穩的買盤略作反擊 所以指數可能會高一點 但由於成交金額不太配合 所以大市只是急跌後 技術上少少反彈或後抽 先看看昨天的市況 昨天含指早市先輕輕高開28點 到19,187點 之後曾經有一股拉脚 而低見19,061 即是這一分鐘相對早來說跌了98點 但顧額好像有少少逐步修煉 加上維穩的買盤也開始一步一步湧現 結果日中指數曾經升到19,660點 即是相對早來說 這一分鐘是升了501點 很多日沒見過這樣的勢頭 指數最後收到19,603點 是升了443點 不過留意的是成交金額 即是得1389億 即是市是有少少技術上的反彈 而且恒指也順勢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 19,455點之上 總之出現了一個初步回穩的訊號 但問題成交金額就比較偏疏 即是市暫時這一陣的上升 只是技術上的後抽 不是說有些人說市足底了 開始有一個大幅反彈大幅升 我想暫時的勢頭是見不到的 只不過在其次轉倉及結算 和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期間 好創大幅有少少技術上的反擊 目的很簡單 希望指數能夠高一點 在比較高的水平進行轉倉及結算 從而減低轉倉結算所帶來的損失 就在月份很無奈 應該都是先高後低 只剩下今天和明天兩日市 我相信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高位是8日21,355點 低位直到現在這分鐘 是26日19,054 即今個月的波幅跌了2,301點 以單月計算過的波幅已經足夠了 問題是市建立今個月低位之後 在期指轉倉及結算期間 可以回升多少 可以反彈多少 我們看看移動線 以昨日收市來說 指數是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剛才提到已經出現了一個 初步回穩的訊號 這個初步回穩的訊號 能夠維持多久 很大程度上真的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單單看結動線 如果這個勢頭是持續的話 恒指可能會有機會進一步上線 20,000線 19,986.3 甚至乎2萬點 事實上以昨日收市來說 距離這個2萬點 都是4、8點而已 問題是買本能不能持續性 這個今天很關鍵 還有一件事想說說 指數我不管你現在的水平能夠升多少 我就當你借近2萬點 過度到12月份 每個月份一定會有波幅 只要有1,000點的波幅向上行 大家都很開心 有機會試上去 2萬1座的水平 反過來 1,000點的波幅向下 19,000點的防守性 又會再面臨考驗 反正整個大市 現在看得到的 就是資金的入市態度 是越來越保守 有些看法就是 去到12月份 多多少少有些粉飾廚窗的效應 這個我沒有爭議的 只不過就是 在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你說 稍為作少少少 短線的投機性的部署 沒什麼所謂 就不要重創 因為比較強勢的股份 大家都知道 始終都是匯控 始終都是941中二動 但是這些不會有太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炒到最後 都是要捉回幾隻新經濟股 騰訊、微團、八百 如果內地股市進一步上升 中央銷、平保等 市場氣氛好一點 廣交所稍為拉上去 接近三百元也不出奇 所以要買的 都是看看自己屬於中線和短線的部署 不過講清楚 短線的部署 就算投機剩下炒作 都需要做好一點風險管理 好了 早市分析 我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